盗墓贼发现千年骨架 男人故意滴上牛奶玩耍 没想到惹下大火 公牛奶肉眼可见被骨架吸食 怂鸽精的目瞪狗呆 再次进行捉死的尝试 这一捣糟的举动 直接刺激的骨架迅速生长变异 尸体顿时变得金光灿灿 并且面部开始长出如绸缎般的皮肤 男人动起歪心思想揭开面皮 感觉此皮肯定价值不菲 结果下一秒 一股神秘能量喷涌而出 差一丝便能激活干枯的大脑神经 几人激动的以为发财的机会来了 殊不知马上就要大难临头 他们拿来全部牛奶 一股脑的浇在了千年骨架上 随后眼睁睁等着迎接祖宗复活 没想到这次却毫无反应 几个流氓一致认为肯定是牛奶太少 于是便清朝出洞去寻找牛奶 等他们前脚刚出门 诡异的骨架开始光速缓慢的吸收牛奶 等男人回到牧室后 骨架已然不翼而飞 懵逼的从哥刚想懵逼 突然膀胱一扫 头顶冷风嗖嗖出现一个大洞 男人细思极恐 已经吓得尿不湿全部尿湿 就在此时 肛门外突然射入树道金光 他胆战心惊地走了过去